大家好,我是金鈴 自從剪了短頭髮之後 很多人inbox問我的短頭髮是怎樣打理的 所以今天就打算出一個快速的短頭髮打理分享 在夾之前我還想跟大家分享兩個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一個面部的防曬 如果有看我的IG story 其實我都分享過一個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面部防曬 因為其實我自從3月去完宿母回來之後 真的曬到黑到一個人生的巔峰 我覺得自己那時候黑到是不敢照鏡的 現在夏天又快到了 其實在韓國聽人說是容易曬黑過東南亞的 夏天真的不是只怕曬黑 是更加怕曬黃的皮膚 所以對我來說夏天的防曬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就順便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很喜歡用的面部防曬 它就是來自OLA的 我沒想過原來OLA也有一個這麼好用的面部防曬 塗上面的防曬真的要非常精心挑選 因為我最近的臉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很敏感 有很多痘痘在這裡 所以我更加不敢亂用防曬在臉上 其實想要找一支保證不曬黑的防曬 不單止要看SPF或者PA 我最近才學到原來更加要選細胞級的防曬 那試用了這個OLA新推出日本製的細胞級收護防曬 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這支是最近夏天必入手的一支防曬 因為它不單止有SPF50加 PA++++ 高效的防曬之餘呢 還是皮膚科醫生推薦的零酒精零油脂 所以這種防曬塗上臉都會零負擔 這支防曬是以隔美性的Mycrogel technology打造 極微的防曬分子可以完美阻隔紫外線 有了它就真正不怕曬黑了 加上極地成份的海藻糖 在肌膚底層保護每一個細胞鎖住水分 那肌膚就會維持水潤了 用上面的防曬我就最怕油膩了 很多時候這個就是成為大家抗拒防曬的原因 但這支就非常水潤輕透清爽不油膩 所以平時不是用開防曬的話都會一用就愛上 那做好防曬是我的第一步 因為我之前曬黑了 所以我急速需要一些精華去幫皮膚變白 用完這支防曬之後 我還試用它這個美白精華 這個是OLA的黃牌光素蛋斑精華 看到它有一點點亮亮的效果 是因為它用了日本獨家的珍珠光學科技 而且它還用了唯一一個得到日本QD級別認證的維他命B3 它的純度達到99%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深層淡斑 激退黑色素和激退暗黃的 用了幾天之後就會感覺到皮膚有一點點白淚透光的感覺 也是比較有水感的那種透白 而不是死白的 說真的其實做完短頭髮之後 大家經常都在下面留言說 怕我做不回老師幫我做個髮型 所以其實我也研究了一段時間 無論是直髮夾還是曲髮夾 我也有試過 經我試了很多不同方法 也回香港實驗一下哪一種方法是最long lasting 之後我得出了一個最不容易失手的方法 也是我覺得是比較long lasting 而且就算它有少少淡了 到最後它也是挺自然的效果的一種方法 那我也是會選用曲髮夾先的 短頭髮首先要注意的 就算我現在看上去好像很少的頭髮 其實都要分三層的 大概是一層兩層三層這樣 第一層和第二層你都不可以夾太多 因為如果你夾太多會很膨膨的感覺 你的頭就會變成一個三角飯糰 我們今天第一層和第二層 都會先夾一個基本的C curve 其實我覺得我這個是太大的 對於我這個短頭髮來說 但是沒辦法我低一個曲髮器 所以我直到是沿用著這個 大概有36mm的卷髮器 我喜歡用曲髮夾的原因 是因為我試過用直髮夾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曲髮那麼長的 那去到第二層呢 我就會開始加一點Wave 這個Wave的方法 其實跟之前都一樣向外 但是大家要超級非常注意 因為短頭髮很容易會撒到臉 我之前就已經試過辣到臉 然後就焦了 不用擔心現在好像很厲害 大家有看我掣修到的影片 看到晚上它就已經沒了 不過因為那次我沒有下spray 最頂我會先夾到後面的石頭 都是一樣 全部都是這樣向外的 大家下的那一刻想了才下 你要想哪個位置要有Wave才下 我有時候看韓國人的教學 他們用直髮夾都好像做到很厲害的Wave 但是我看到那些人是有漂到頭髮的 那我的頭髮沒有漂到 比較硬身一點 所以我用直髮夾是沒有維持得久 而且Wave沒有做得那麼漂亮的 那我也是不要太頂開始 如果去到陰的話 是尾一點的部分才開始的 然後我去到這邊 一樣都是分 這邊好像比較清晰 分三個界 我會想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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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還要想見到你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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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大致上呢 现在就是这样 那弄完之后呢 就拆松它啦 用这种卷发器的话呢 波浪就会大一点 更加感觉像是salon做出来的那种效果 那非常之简单呢 就完成了我平时最常做的一种短发wave啦 登登 完成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和给个like哦 我们在Facebook Instagram和下条片再见 还有就是这支Olay的防晒鱼 已经在各大曼陵和Watson市上了架的啦 3月29号起还会有50元的现金优惠 详细留意Olay的Facebook专业 我们在下条片再见 Bye Bye Bye